HELLO!我叫Yaki 今天講日幣對港幣 雖然很久沒聽過 但今天我們會講一些日本歷史的貨幣 即是古代成為的貨幣 如果日本買一本麻可以390日圓 大約幾塊錢呢? 說錯了兩個位置 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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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不是很貴啊? 對啦!很貴啦!買一本漫畫就真的啦! 那別人如果在以前日本畫一千五厘 你明不明白這個史詩呢? 一日圓就等於一百錢 錢是一日圓的百分一 即是 百分一啦! 百分一 而來呢 來呢 來的漫畫十分一 百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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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何分一 從一千年來的 就等於1日圓 所以就是這樣換算 1日圓等於100錢 即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而來達前的十分之一 1日圓就是前的百分之一 來達前的十分之一 所以一千來就等於1日圓 如果那個時候收到1萬日圓 你就大富豪了 但是那個年代 沒有可能有1萬日圓的 你不知道嗎 年代那個年代沒有1萬日圓 現在我當時拿著2日圓 出街 一本漫畫 你買六本呢 他就說會成為3千5厘 那是甚麼意思呢 那你如果想計到35日圓的千分之一 一千分之三十五日圓 那就是 成為了3千5厘 你拿1萬日圓出來呢 可以買到28本漫畫 你看看 就是說物價便宜了 證明 成為28本漫畫 很高的 拿50千塊錢出來呢 買到14本漫畫的 那時候 物價便宜了 若若高 要買到 至於凍沙包的方面呢 如果你給1日圓 別人買凍沙包 以前的年代呢 買到1千個 豆沙包了 所以物價呢 很便宜的 買卡遊戲呢 和模型呢 大約這個價錢 都不太貴 成為了1日圓29錢 你想知道是 多少呢 你就要1029 乘千塊之一 乘千塊之一 一又一千塊之29 耶 物價很便宜 這個年代 如果拿著1萬日圓出街 你便是一個大富豪了 吃拉麵的時候 據說呢 買一粒糖 可以一來買到兩粒糖 有這個年代 但是很舊的 更舊的 比剛才說的 以上的 據說買糖 也有 一來 可以買兩粒糖 一來可以買兩粒糖 哇 哇 真的便宜了 cola呢 可樂 那時候 十錢 已經是紙幣了 那時候十錢已經是紙幣了 一日圓 一日圓 哇 真的便宜了 想起 買一間房子呢 有這個年代的 真的 用一千日圓買 很多 如果是那時候 年代的一千日圓 但是如果你得 現在這個年代一千日圓 只有七十元不多 入我 買一本拍子寶呢 好 那我貴一點 這個 二十錢左右 就買到六本拍子寶了 我們學過小數除法的 可以看的 哦 取一位小數啦 大約是3.3 前為一本 大約 都 都 便宜一下 貴一點啦 即是三前三來咯 就獲得一本拍子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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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啦 你給啦 買些玩具呢 吃個餐呢 大約要多少錢呢 吃一個餐 大約要多少錢呢 吃一碗拉麵 一碗拉麵 一碗拉麵 你給一百五十日圓 你給它吃一碗拉麵 以前拉 今天我們全部講以前的 那所以你就給一些 比較便宜拉 壽司呢 一餐 一百二十五日圓 一百二十五日圓 大約啊 好啦 我們今天來這裡先啦 拜拜